最累人间四月天 欢迎大家来石家庄看看 这份坐地铁出游的两日旅行攻略 请收好 第一天从正泰饭店开始 法式的民国建筑 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原点 一路逛到湾里庙步行街 尝尝冰糖葫芦炒酸奶 买份香酥的金凤扒鸡当伴手礼 还可以试试剪纸和铁板浮雕 非一手工值得体验 接下来直奔河北博物院 历史书里的金铝玉衣长信公登 得好好看一看 特别推荐盛世修典特展 让你一次看遍历代名画 石家庄饭店的鲜肉大饼 红星包子 饭光普通的汪迹麻辣烫炸鸡柳 这是本地人才知道的宝藏小吃 下午到郑东路喝个茶放松一下 搭配松百元的点心 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晚饭直接在乐泰庄里接吃 天南海北什么特色菜都有 跟朋友们小酌两口过一个微醺的周末 晚上住国际大厦西尔顿 能俯瞰全城夜景 第二天得早点起 干棉儿早逝 炸糕割巴菜 油条豆腐脑 哪个都要尝尝 再去十美级打个卡 工业就职爆改潮流街区 在Rock Home Town文创店买件摇滚T恤做纪念 地铁下一站坐到会展中心 乌陀河这时候正是十里花海 赶紧拍足美照 八朋友圈 午餐就去正进古城 八大碗 马家鸡 王家烧卖 可都是硬菜 下午租一身汉服 穿着去游荣国府登古城墙 龙兴寺被鲁迅称为 东方美神的倒坐观音 一定不能错过 晚上吃碗和捞面 还可以去住乌陀宾馆 滴水园林的景色太美了 这次的特种命理行 安排了怎么样 赶紧来洗家装看看吧